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现在是9月24日上午8点20分 再过10分钟 国家发改委员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南涉嫌受贿一案 将在这里举行开庭审理 2014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刘铁南涉嫌受贿犯罪一案 侦查终结后 经依法指定管辖 有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 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廊坊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刘铁南 利用其担任国家纪委产业发展司司长 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于今天上午开庭审理 审判结果将择其宣判